钓油举报 人工钓场暗藏玄机 前入侦查 揭开各种揽客套路 警方出击 捣毁非法锤钓场所 语句放在原处 过来主意登记一下 详情请收看东方110 来来 十三号位第二条就上小红妹一位 三十五号位啊 打四 说是蓝精灵 我们来看一下啊 招红的招黄的 六个红的 八个黄的 全是福利 全是福利 锤钓是近年来比较火热的户外活动 如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但是出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考虑 很多天然水域限制锤钓 于是人工钓场就应运而生了 在青浦区青照公路上就有一家新开业的人工钓场 一时间人气异常火爆 那么钓场老板究竟是靠什么来招揽生意的呢 老许是一名刚入门的锤钓爱好者 每个周末他都会找不同的钓场体验钓鱼的乐趣 今年九月份 老许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一个钓场的放鱼视频 引起了他的兴趣 于是老许叫上了同样爱好钓鱼的朋友小李 两人兴冲冲地开车到了这家钓场 然而在看到门票价格的时候 两人都吃了一惊 两人突然想到曾经也听到过一些传闻 有些钓场老板为了招揽客户 会采取一些特殊的促销行为 想到这些 两人来了兴趣 决定尝试花两千元体验一下 进场后没多久 两人就听到中间吊台有人在欢呼 大叫着上鱼了 亲眼看到身边钓友的成功 这让老许和小李两人的热情更加高涨 决心一定要卯足干劲 钓上一条鱼 眼看着快要到规定时间了 还是一条鱼都没钓上来 两人不禁有些着急了 就在此时 小李发现浮标突然开始往下沉 有鱼咬钩了 然而经过工作人员一番仔细检查 却判定两人这次的锤吊无效 双方为此产生了争执 最终以老许二人妥协告终 从钓场出来后 两人越想越不对劲 他们觉得这种锤吊方式 就是一种变相赌博 而且其中还藏有猫腻 于是打电话进行了举报 钓到鱼却被判定无效 钓友怒而举报钓场涉堵 这种锤吊行为是否存在违法 东方110正在讲述 其实老许和小李举报的这家锤吊中心 也被别人举报过 也早就被青浦警方纳入了侦查视线 但是由于这种赌博形势较为隐蔽 所以警方一直在做调查取证工作 那么这家锤吊中心究竟是如何运营的 他们制定的锤吊规则又是否涉嫌赌博呢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警方发现了这家可疑钓场的账号 账号目前发布了49个视频 发一种是钓友钓上来的视频 来刺激钓友过来钓鱼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放鱼的视频 可以让鱼友们都知道这里的鱼 大个头大好钓上来 民警仔细翻阅了对这些视频的评论 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枝岩片鱼 有人问他有没有标语 他就会跟人家说这里面有奖励鱼的情况 说明他心里有鬼 果然在挨个查看了这个锤吊中心 所发布的视频后 民警发现有几个视频中出现了 往青鱼鱼鳍上捆扎金色和红色标记物的内容 扎福利就是在鱼的背脊上面扎标 对应的是赌博里面的彩头 大金融也是对应着赌博里的一等奖或者特等奖 然后盘老板的意思就是说他又可能赔钱了 为了查证这个锤吊中心内 是否确实存在赌博行为 青浦公安分局治安支队的民警驱车前往这个调场 展开实地调查 被举报的锤吊中心内有两种类型的鱼塘 目前正在营业的是两个高密度做吊塘 从字面意思理解 高密度就是指这个塘里的鱼比较多 做吊就是指把鱼饵挂在鱼钩上 然后抛到水里坐在岸边等待鱼儿上钩 不过这两个高密度糖还是有所区别 一个糖鱼多但是奖金较低 一个糖鱼少但是奖金较高 他自己想完哪一种 那么他就选择哪一种 而那些正规经营的吊厂收费远没有如此昂贵 一般来说吊厂分为按时间计算和按鱼货重量计算 也就是俗称的天堂和金堂 天堂它是按小时来收费的 那么一般来讲是五个小时在300块钱左右 那么你折算下来也就60块钱一个小时 金堂那就是鱼肉为主的 到时候就是可以把鱼带回去 或者说老板他也开出这个回鱼条件的 我这个是也可以回收的 那你也可以回给老板 民警前往垂钓中心调查的当天 虽然是个工作日 但是来钓鱼的人还是不少 厂内一圈几乎停满了私家车 它的坑位大概在160个坑位左右 那也就是说同时可以有160个钓鱼的爱好者 可以同时过来钓鱼 规模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进场后 第一件事情是去窗口领一张回鱼卡和一张座位卡 座位卡是呱呱乐的形式 刮开图层显示出的号码就是你的座位号 如果你觉得位置不好的话 你还要相应的还要花400块钱 可以重摸一次 一直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位置 但是你要不停地花钱 回鱼就是主要是出现在天堂 有鱼的你可以带回去 你不要的也可以回给老板 垂钓过程中 高密度糖确实非常容易钓到鱼 但是能钓上镖鱼的人寥寥无几 不过在微信群里 钓友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 35号位大师 说是蓝精灵我们来看一下 操操操没事你操你的 带好线 三尾的 恭喜我们六号位大师 其中十条福利 三号位第二条就上 小红妹一尾 小红妹看小书包 微信视频中所提到的蓝精灵 小红妹等昵称 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颜色的标记物 由于标记物是捆扎在鱼旗上的 故而称其为小书包 标记上有不同的数字 代表不同的金额 如果钓友的话到标堂去钓鱼 如果它钓上对应的金额的话 那么老板到结束的时候 会把这个钱返还给钓客 视频内容所带来的金钱刺激 不断吸引着锤钓者前来一世伸手 不停地在那个群里面 发那个今天谁来钓鱼 中了什么什么样的标 中了多大的金额 我们恭喜哪一位钓友中大奖了 那么它这个产生一种感觉 就是说这个钓鱼场我是能中大奖的 很多钓鱼人他眼中看到的 只有这四条标鱼 他其他的整个大的量也都看不到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算一下 你三千分之十的话 它可能就是百分之零点一都不到 上千的门票 与其上的标记 高额的奖金 通过这些要素 警方判断在这家锤钓中心内 确实存在赌博行为 他们以标鱼为诱饵 行聚重赌博之事实 你以一种博才的方式 它是以小博大 因为它可能门票在四千 但它博的话 可能博到几万 几十万 那只有以小博大这种 那我们就认定它是一种赌博行为 然而不少存在标鱼赌博的调场 都打着有奖促销的幌子 来自欺欺人 像我们商场里 它有的是积分 积分兑换一些 它本身需要的一些商品 或者你像在游乐场里面 它给你彩票 彩票去换一些娃娃 娃娃这些 它不是说市场上流通的硬通货 马上可以变现的 那么它还是有一个娱乐的性质在里面的 但是我们这个调标鱼的行为 它目的非常明确 我就是赢奖金去的 其实关于打击标鱼赌博的案例 有不少外地媒体已经有过报道 甚至有一名六百万粉丝的钓鱼博主 因宣扬这种涉赌形式的钓鱼 而被平台封禁 那么它也是以一个盈利为目的 打着一个钓场的一个包装 其实是究极相关的赌博人员 进行赌博的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定义成一种开设赌场的行为 警方实地侦查 钓场存在赌博行为 经营者利用这种赌博方式运作 其中还存在什么猫腻 东方110正在讲述 看似很容易钓中的标鱼 实际上只是钓场老板刻意制造出来的噱头 目的就是为了让微信群里的钓友们 产生错觉 吸引他们的参与 而在此类涉赌钓场里 除了钓友本身钓中标鱼的概率极小之外 在暗地里 经营者还想方设法地阻止他们钓中标鱼 也就是所谓的初老千 在短视频平台上 只要输入标鱼两字 在自动联想中 就会出现标鱼骗局这样的搜索结果 可见 标鱼钓场的舞弊行为 似乎是公开的秘密 其中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使用水溶性扎带 每个标鱼 它一般在它的背基上面 它会插一个标 那么插标当然有 寄的绳子 那么它有的老板就是很聪明 就是会用这种袋子寄上去 那么当时里面的面 标也上去了 鱼也下去了 但是等你钓上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是没有标鱼的 我们首先把我们的这个水溶性的扎带 我们扎一个硬物 我们拿了一个杯盖 然后我们把它投入我们这个脸盆的水里面 我们把苗标也打开 现在它在水下的状态是正常的 我们过几分钟以后看一下它在水下的状态 现在我们这个水溶带已经是断裂了 我们看一下时间 我们暂停一下 现在的时间是24分17秒86 这种东西我们的用手去摸它 触感很滑腻 就像我们正常感冒 重感冒的像鼻涕一样的那种感觉 不过水溶性扎带的价格要比普通扎带贵不少 所以也有些老板会选择使用普通扎带 但是在捆扎方法上有所讲究 其实我们如果正常使用的话 它从我们正确的穿过去的方法 穿进去以后 当你收紧的时候 这个扎带它是没有办法再打开的 反过来穿的话 从小孔插入 从这个大孔抽出来 那么我们表面上看 这已经是锁紧了 但是其实的话 我们是可以 你看 你一用力 它又拖出来了 在把鱼放下去的时候 大批量下去的时候 可能我做一个小动作 有个小手指 或者说其他动作 稍微带一下 当这个重物有重力下去的时候 这个你看 这个口就自动地就弹开了 放下去的时候 其实这个扎带已经在我的水里了 或者我隐藏了 你看不到的地方 下去的鱼身上的标已经就不见了 除了在捆扎带上做手脚 熟悉鱼儿习性的钓场老板 还有一些看上去毫无痕迹的作弊手段 那么老板会从环境啊 水质啊 它的饮食啊 这几方面去下手 那么这种自然环境的变化的话 鱼类对这个环境的敏感是非常突出的 环境一变 它可能就是24个小时不开口 更有甚者会直接在鱼的身上做文章 给标语的嘴巴做手脚 做成它就正常无法正常的进食 或者说只能去吃它喂食的一些特制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 就是相当于你认为这些四条标语 跟其他的三千条鱼是一样性质钓的 但是你其他的鱼 你正常去四条的话 可能还能让你钓起几个来 但是真的标语 哪怕它就在你的食物边上 它可能也不开口 这种垂钓中心的经营者还会因地质疑 制定有利于自己场地的游戏规则 比如说 线杆 我的水塘面积很大 但是我们都知道 鱼喜欢大鱼 特别的一些大鱼 它喜欢深水 喜欢安静 那么当我整个塘周边 钓鱼人多的时候 环境超大的时候 大部分的鱼 警惕型的鱼 它就会往河中央躲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 我老板给你一个条件 先干 就意味着 我这个干 抛出去的这些距离 正好是我鱼类稀少的位置 就算钓手克服了层层阻碍 运气爆棚钓上了标鱼 老板也有机会 在最后关头耍滑抵赖 总之 钓厂老板是不可能做亏本买卖的 他会找各种理由 去否定你这个成绩 或者说 哪怕在所有人的众目睽睽之下 没办法赖掉的情况下面 他最后还会把事先约定的 答应的一等奖的这种奖金也好 或者那个报酬也好 他会想一些方法给你再拖 我开堂的目的 就是你们想盼我 我来盼你 经过调查 警方已经掌握了这家锤钓中心的经营者 利用赌博的方式 谋取利益的所有证据 今年10月11日 青浦警方将这个涉赌调场一举捣毁 鱼具放在原处 过来主意登记一下 请大家配合一下 自己的东西自己看 放到车上 车子做好 贵重物品都放好 正常在鱼塘我们不会来的 我的正常鱼塘有问题 听得懂了吧 就下一个不要花太多了 明白了吧 由于抓捕的前一天 老板往鱼塘里放了大量新鱼 所以这一天 钓场生意相当火爆 总共抓获了100多名涉赌人员 这是警方缴获的用于标鱼赌博的标记物 在这个钓场内总共有五种颜色的标记物 分别是白色黄色蓝色红色和粉色 标记物上写着的30加20加10加等字样 就是暗示了博彩金额 标记物上的数字乘以钓场公开的单条回鱼价格 就是对应的奖金 最低的它是白标的话有800 然后一次往上的话有1000 2000 5000 一万两万 在更早之前它这个鱼塘的话 有30多万的标鱼存在 标鱼钓场暗藏玄机 参与赌博血本乌龟 被抓获归案后 这些涉赌人员会做出怎样的供述 东方110正在讲述 经过缜密侦查 这个新开业的涉赌调场 被青浦警方彻底捣毁 涉案总金额1500余万元 这也是上海警方打击的第一例 以标鱼为右耳的赌博案件 那么对于这种赌博形式 经营者和参与者为了牟利 他们都是抱着怎样的侥幸心理呢 钓场老板王某 在经营标鱼钓场之前 自己就是资深的锤钓爱好者 已经有十多年的钓鱼经验了 就是要钓做生意一样一个竞争性 那就是说他家也在开 你家也在开 大家都是一样 做个这个彩头 让人家就是说过来的人多一点 又没有说纯属说为了去赌博这一块 我也喜欢钓鱼 然后我在别的地方也是钓鱼 我何不自己去开一个 直到如今 嫌疑人王某对于自己的行为还在做着辩解 我不可能就是说是知道这个是赌博的东西 我还不可能 我宁愿请外面人 我还不可能说把我自己一家老小全部弄 能换钱的情况下面就是一种赌博的行为 他这么讲只是自己的自己欺人的一种说法 嫌疑人王某刚成年的儿子也在钓场里做工 虽然他对自家钓场不变公开的经营模式心知肚明 但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这家钓场的经营者因涉嫌开设赌场罪 目前已被检查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而那些参赌人员 本来垂钓是他们的正当兴趣爱好 如今却因为参与赌博 而受到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我总以为因为是牌桌上 打麻将啊 打扑克牌啊 那个钱放在上面那种属于赌博 所以我呢也就是缺少法律的意识吧 淡博 法律意识淡博 赌博是十赌九输的 你可能在赌的过程中 可能赢了一两次 但是最终的结果 那肯定是输的 这是你来自在 parc 솝�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至少